中国队的强项高低杠 以前在看的话 因为跳马没太多丢分 因为从起平分上来说 已经是丢到1.4 现在等于从完成分上 我们还找不到0.3 对对对 所以下面就是说 就是在弱项上 要死死地咬住对手 到强项上 要直接地甩开对手 下面就是 第二轮就要比 中国队强项高低杠了 高低杠如果光从起平分上来看 我们领先对手是 将近有三分 这个起平分呢 因为江预员的起平分 因为上一场有一些 他那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所以没有承认他 他的如果都完成好 要裁判都承认他的难度的话 他也在7分左右的一起 7.1到左右 7分到7.1左右的一起平 这样的话我们 因为上一场他有一些 就是说偏离了这个 10度以上 这样就难度没有一些 就没有进行一些承认 这个高低杠的 他的这个难度承不承认 可能一刹那 从不同的角度 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裁判的角度看得清楚 就是你转体在握杠的一瞬间 偏差的这个 离这个垂直度和的这个角度 现在在回放杨毅玲刚才 跳马的动作 他做的也是 现在后手翻 直地空关转体720度 向后迈了一步 从空中的高度和幅度 因为杨毅玲他个子比较高 所以说他要比前两个运动员的你 这个腾空要高 幅度要大 另外空中的姿态 因为看 我们可以看他的两只腿 并得很紧 看落地 动力性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往前跨一步 就动力 就第二腾空就可能 就要低一些 是往前 往后一边的动力性比较好 这样腾空的高度 所以他的得分还是在我们这三个选手里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杨毅玲在这次的女团比赛中 他只比这一项 对 这个633的赛子呢 就是一个队的六名运动员 每个项目挑三个 一个最有实力 最稳定的选手来出场 对动作的增减 还会有些变化 因为考虑到 因为 现在几个 俄罗斯 中国 美国 这个从实力上来说 都差不多 所以比的还是一个稳定 不要为了0.1 0.2 你掉下 扣到0.8或者1分 这样的话 等于从比赛来说 是不划算的 所以说在运动员 在比赛的中 教练 在会研究 他的在动作的使用上 会比在资格赛中 要进行一些调整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这一轮当中 平衡木场地上 澳大利亚队的 米特切尔 他是澳大利亚队 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 平衡木也是他的强项 小翻 小翻 后直 小小直掉下来了 太可惜了 这一串连接 是为了拿到BBE 加了那0.2 但是掉下来 整整一分没有了 两个A组的跳步 是为了满足编排的需要 蹲转 转了 转了 这个能算是1080吗 没有 没有道理 他好像差了180 720再过了180吧 他这种转体是有 这个转了360以上 要720的话 就是会有加分 前团 交换腿接环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角度差的确实有点大 这是个异组的跳步 这个环有没有接上 又是一个BBE的下法 也是为了能够加0.2 后期两周 但是刚才掉下器械 对他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失误 尤其是在团体比赛当中 影响的是整个队伍的成绩 他的平衡目是一个 是他的强项 也是在资格赛中 排名比较靠前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他本来是一个高分 他的失误 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团体分 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的 他是澳大利亚 这次女团的主力 因为这名选手呢 是全能型的运动员 他是去年市井赛 全能的亚军 从半分钟可以看 他在落幕的时候 重心 偏在左边 所以说他平衡目 这个项目 是和男子单岗 是最难的